本杰明八顿改编自菲茲杰拉德的同名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非常短 短到我觉得更加像是一个故事框架 简单的概述了外贸年龄和实际年龄完全不同的 一个人的一生会遭遇哪些问题 并且还存在着很多的逻辑问题没有理清楚 比如在我看来最大的一个bug 小说中的本杰明是生下来就是脑死亡状态的老头 大概七八十岁的样子还会说话 根据六个小时之后 本杰明的父亲去街上买衣服的剧情上来看 他的体型应该是正常的老年人的大小 所以这就有了一个疑问 他是怎么被他妈妈生出来的 我顺便说一句孩子的母亲没有死 本杰明的整个生理过程都是反过来的 心理成长似乎是正想的 会争取自己穿长裤的权利啊什么的 也会情斗初开 但是最后儿童状态的时候又变成了儿童的智商 所以我看的时候其实很疑惑 没怎么看懂 电影的处理相对来说好了一点 总体是遵循了身体逆生长 智力正向生长的过程 除了最开始的老年婴儿的大小有点说不通 没有遵循物质守恒定律 但是问题不大 原著的导读部分有提到 小说的构思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法 来自马克图文说的那句话 人生一大憾事是其实也至善 一日不如一日 至其中则坏无可患 菲兹杰拉德欲以虚构之理逆天命而行 想象唯独有一人 降生在正常的世界里 却沿着正常的轨迹倒过来走 以此批准马克图文的想法 电影在原作基础上做了一个大刀阔斧的填充 基本上就是沿用了一个框架构思 绝对不会比菲兹杰拉德从马克图文的那句话里得到的更多 我觉得电影值得一看 但是小说其实没有特别有趣的地方 就像是菲兹杰拉德随手丢弃的垃圾构思 这次拍拉蒙的出场就很有趣 是无数的扣子对击起来 八顿有扭扣的意思 美国新阿尔良即将有一场飓风降临 病床上的老妇人是女主戴希 她已经老得奄奄一息了 女儿陪在她的身边很势不舍 人在弥留之际往往喜欢回忆些有的没的 戴希给女儿讲了火车站钟楼的故事 火车站在1984年开业 建了一座伟大的钟楼 建造钟楼的是一个著名的钟表商人 蛋糕先生 蛋糕先生的儿子死在了一站中 为了纪念在战争中去世的人民 想要时间倒流 蛋糕先生造了一个能倒着走的时钟 等钟造完蛋糕先生就失踪了 故事讲完了 母亲让女儿读那本日记 女儿只觉得日记无聊 但此时已经是母亲生命的最后的时光了 她想多听听女儿的声音 于是女儿读了起来 通过日记的形式 电影展现了本杰明巴顿的起事 本杰明出生于一站结束之后的那个晚上 全世界都在庆祝战争的胜利 巴顿先生回到家 整个屋子却没有新生的快乐 每个人都很沉重 原来是夫人南产已经回天无力了 她临死前将孩子托付给了丈夫 但巴顿先生看到孩子的时候 还是被吓了一跳 像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怪物 她抱着孩子夺闷而出 孩子被吓坏了 大声的哭着 街上的巡逻员看到鬼鬼祟祟的男人 抱着一个哭泣的孩子 就去追捕她 巴顿先生躲避着巡逻员的追捕 来到了一家养老院的门口 她随意的把孩子遗弃在了这里 养老院的奎妮小姐发现了怪物一样的男主 奎妮小姐没有孩子 看到一个孩子不管多丑多诡异吧 还是收养了她 医生检查一番之后 说孩子的身体像是一个僵死的老人 建议把孩子送到专门的福利机构去 不过奎妮还是坚持认为 这个孩子是一个奇迹 要把他留下来 奎妮向养老院的大家介绍了孩子 老人们看到这个年老的孩子 都觉得很亲切 奎妮撒谎说这个孩子有早衰症 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但在这养老院里 谁还能活得很久呢 于是本杰明在这所养老院里生活了下来 钟表一直倒着在走 本杰明也在长大 本杰明是个孩子 但是又好像不是一个孩子 他有着一个耻目老人的身体机能 但是又和那群孩子一样的有好奇心 想看看这个世界 奎妮是一个坚定的信徒 每周都会去做祈祷 牧师祝福他们 看着有点唬人 但是本杰明真的站起来了 七岁了 他学会了战礼 有得必有失法 牧师哈利路亚之后就去世了 养老院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老人们活得比谁都要惬意快乐 但是总是伴随着死亡 本杰明的儿时的朋友们都会不断的离开他 那个时候 本杰明认识了欧提 欧提很擅长吹牛 当然也是他让本杰明认识到了外面的世界 他带着本杰明去了城里 然后他就和妓女走了 让本杰明自己回去 不过本杰明腿脚不便 没有赶上回家的车 只能自己拄着拐杖走回去 回去的时候 奎妮担心死了 一边哭一边责备着本杰明 本杰明虽然不是他的亲生孩子 但他毫不吝啬的 对他倾注了百分百的目爱 也许是上帝垂炼 奎妮宣布有了孩子 本杰明还是有点失落的 在那个时期 他遇到了女孩戴希 晚上戴希叫醒了本杰明 带他出去躲在床底下 点上一支蜡烛 说说自己的秘密 戴希说自己看到 自己的妈妈有了外遇 本杰明说自己没有看上去那么老 毕竟是年龄差不多的孩子 两个人聊得很投机 但是在女孩的奶奶眼里 就不是这样了 像是一个老变态和自己的孙女在一起 本杰明伤心的哭了 奎妮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 只是安慰了他 让他回房间好好休息 本杰明的室友是一个 被闪电击中了七次的男人 他和本杰明说了 自己被闪电击中两次的经历 但本杰明只觉得那是天方夜谭 奎妮的孩子出生了 本杰明看着他抱着孩子 还是有点吃醋的 OTL走了 他来和本杰明告别 这天养老院里来了一个老妇人 不过遗憾的是 本杰明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 他是一个精致的老妇人 活得很优雅 不过没有什么人来探望他 他教会了本杰明弹琴 告诉他要用心去感受 以及告诉了本杰明本篇的主旨 那个被闪电击中了七次 男人又和本杰明受了自己第三次被击中的情况 后来在码头上 本杰明遇到了在招兼职的船长 本杰明去应聘了 船长也不嫌惜他老 带着他出海了 这个时候是青春期了 船长就带着本杰明去深入的交流 那一夜妓女觉得这一单做得很亏 那一夜本杰明觉得自己找到了赚钱的动力 回去的路上 本杰明遇到了老巴顿 他的父亲 父亲虽然说是遗弃了孩子 但是还是在不断的关注他的成长的 他邀请本杰明上了车带他去喝酒 两个人聊得很开心 临走时巴顿问他能不能多去看看他 本杰明同意了 大家都到了青春期 戴希已经是一个少女了 他还是会来探望奶奶 也会常来找本杰明玩 两个孩子来到了码头 本杰明带着女孩来找到船长 让他带他们出海 船长同意了 一天本杰明去找老夫人 发现他已经去世了 老夫人的离世 让本杰明第一次感受到失去 17岁的尾巴 本杰明决定出海 闯荡江湖 他和朋友们还有母亲告别 踏上了旅程 戴希追出来和他告别 本杰明答应他会给他寄明信片 他遵守了约定 给他寄了整整一箱子的明信片 接着本杰明开始了人生的第二阶段 踏航海时代 本杰明和戴希一直都有联系 在本杰明航海的时候 戴希去了纽约的芭蕾舞学校 努力地学习芭蕾 本杰明和船长他们来到了俄罗斯 船长跟酒吧里的人吹牛 在电梯里 本杰明遇到了英国贸易代表团 在摩尔曼斯克的首席部长夫妇 我吃坏一态度 晚上本杰明睡不着 在大堂里遇到了夫人 夫人对这个老人很有好感 于是在狭小的房间里 两个人开始谈心 后来的每天晚上 他俩都会在大堂里聊天 本杰明爱上了夫人 还给戴希写了明信片 说自己喜欢上了夫人 五倍楷模 一天晚上 夫人穿得很隆重 他和本杰明一起喝福特加吃鱼子酱 这一段的音效做得很黏腻 充满了暧昧的气氛 夫人告诉本杰明 他本可以成为第一个 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人 但是因为风浪太大了 胜利就在眼前 他还是放弃了 后来他便没有再尝试过 本杰明握住了他的手 两个人亲吻在了一起 酒精上头 他们就想出去逛逛 但是天太冷了 本杰明穿得很少 牙齿直打哆嗦 于是他们重新回到了酒店 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每天本杰明都在期待着 和夫人的见面 每次都有新感觉 本杰明失落地坐在沙发上 直到第二天天亮 日本轰炸了珍珠港 船长准备带着船员上战场 就在本杰明准备和夫人告别的时候 他看到了夫人留下的纸条 很高兴见到你 夫人不辞而别 这一段感情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船长带着他们 做着清理战场废墟的工作 但其实此时的本杰明 还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残酷 但有人明白 其中一个船员把钱交给了本杰明 说自己如果发生了意外 要把钱留给自己的老婆孩子 flag立下了 那天晚上 本杰明所在的船只 遭到了敌方炮火的攻击 整个船的船员都被射杀 船只沉默 只有本杰明活了下来 不过那天 本杰明好像看到了船长经常说的 一直在飞翔的蜂鸟 26岁那年 本杰明回到了家 奎妮看到孩子回家很高兴 本杰明看上去更年轻了 但奎妮还是从孩子的眼神中 看出了他经历了很多 有苦有甜 那个被闪电击中的七次男人 又说起了自己第四次被闪电击中的遭遇 一天清晨 本杰明又遇到了戴希 本杰明经历过生活的垂打 战争的犀利 感觉上缘比戴希成熟的多 戴希现在是一个著名的芭蕾舞演员 她滔滔不绝地和本杰明说着自己的芭蕾世界 那是一个本杰明根本不了解的世界 晚上戴希和本杰明来到露台 她跳着舞美丽优雅 同时也仿佛在挑逗着本杰明 她亲吻了她提议去做成年人该做的事情 并且表示自己和更老的人做过 但本杰明被吓得手足无措 连忙拒绝了 戴希有点生气地走了 时间一天天地在过去 本杰明觉得自己越来越年轻 父亲来探望她 她的纽扣事业越来越大 但是她生病了 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了 希望本杰明能来多看看她 她带着本杰明去了自己的纽扣工厂 她向她胆排了身世 巴顿先生想把财产全部都留给本杰明 但是本杰明不觉得巴顿先生是她的父亲 回到养老远 葵你很生气地控诉了老巴顿的所作所为 但是面对本杰明又能一秒温柔 那个被闪电击中了妻子的男人 说起了自己第五次被闪电击中的事情 不过本杰明终究还是心软了 他回去探望了附近 他带着老巴顿去了海边 看了一场他心心念念了很久的日出 这段光影的转变真的是可以纳入教科术的镜头 太好看了 最后父亲在朝阳下去世 本杰明带着奎妮去参加了她的葬礼 葬礼上她再一次和奎妮强调 她才是自己的母亲 本杰明去看了戴希的表演 表演结束之后 戴希带她参观了自己的世界 看着欢快地跳舞的人群 和与别人亲热的戴希 本杰明觉得不是很合得来 于是一个人出去了 戴希追上去想带着本杰明一起去赶下一个场子 但是本杰明拒绝了 两个人因为前半段的人生的见识不同 性格也是越走越远 其实那天本杰明本来是想去告诉戴希自己的父亲去世的事情的 但是最后也是没说成 接下来的几年 本杰明一直在养老院坐着帮工 一天他收到了巴黎医院的来信 戴希出事了 这里有罗拉快跑的味道了 如果那一天只要有一个人出了一点差错 戴希就不会被车撞到 只是人生没有如果 再一次看到本杰明 戴希差点没认出来 本杰明越来越年轻完美 这场车祸让戴希的腿摔成了五段 他再也不能跳舞了 可能是不想被同情 也可能是看到本杰明的蜕变有点忌妒 戴希赶走了本杰明 本杰明回到了父亲的别墅 开始运动养生的生活 和很多妹子一起 当本杰明再一次回到养老院的时候 他看到了戴希 戴希经历了车祸 整个人成长了不少 两个人一起吃了饭 戴希刚一开口 本杰明就答应了他要求深入交流的要求 接下来就是两个人的快乐时光 这个时候 他们刚好是在合适的心理年纪 和合适的外貌年纪 不过戴希是在一天天的变老 本杰明是在一天天的变年轻 外貌上的 戴希开始担心自己变老了 本杰明会不会嫌弃自己 本杰明其实也在担心 等自己到了青春期 自己会不会成为戴希的负担 等他们再回到养老院的时候 本杰明知道了奎妮去世的消息 他的脸上没有太多的悲伤 生死离别人吃长情 没有什么意不意外的 本杰明卖掉了父亲的别墅 买了新的公寓 开始和戴希开始新的生活 一天在游泳的时候 戴希看着泳池里 年轻漂亮的姑娘们又开始担心 码头边他终于和本杰明敞开了心扉 他决定继续自己的舞蹈事业 只是不是自己跳 是教孩子们跳舞 其实有的时候 他也会自己跳几下 但是他的腿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 那年本杰明49 戴希43 戴希怀孕了 不过本杰明并没有很开心 因为他在担心 女儿会不会和他一样 一出生就是一个老人 他经历过 知道有多么的不容易 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这样的 同时他也在担心 自己将来会变得和孩子一样大 会不会给戴希造成困扰 某天本杰明在电视报道里 看到了之前在俄罗斯遇到的那个夫人 他成功的横渡了英吉利海峡 这条世界线收束 一天戴希不小心摔下了楼 孩子早产了 本杰明焦急的等待着 幸运的是 这个女孩很健康 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女儿在一天天的长大 但是本杰明开始不断的担心 本杰明卖掉了所有的家产 给母女俩留下了一大笔钱 在一个晚上离开了 戴希怨恨的看着他 但是并没有追出去 后来本杰明又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 他每年都会给孩子写信 但信都被戴希收走了 终于本杰明回来了 这个时候他二十多岁的长相 其实我以前一直不觉得布拉德皮特帅 这里他是真的帅 戴希看到本杰明很生气 后来我们知道了 戴希找了一个官夫 孩子有了一个很好的父亲 误到教室里他和本杰明匆匆告别 本杰明看着他也没有再跟过去的意思 不过那天晚上 戴希还是去找了本杰明 他们发生了关系 他们一直互相爱着 但是注定了不能在一起 在丈夫去世之后的某一天 戴希接到了一个电话 本杰明被人发现在一所威楼里 后来被人送回了奎尼的养老院 养老院里 戴希看到了差不多十二岁大小的 满脸青春痘的本杰明 他已经老年痴呆了 但是却记得如何弹琴 就这样戴希每天都在照顾着越来越小的本杰明 火车站的钟被换掉了 本杰明变成了一个婴儿 最后在戴希的怀里永远的沉睡了 台风来了 窗外好像有一只蜂鸟在飞 有些人注定是一些人 时间还在继续前行 首先这部电影 我最喜欢的一个设定 就是逆转的钟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意象 代表了时光的逆转 也是代表了本杰明巴顿这个人 巴顿在钟建起的那天降生 在钟被拆掉的时候去世 这个设定让他更加具有传奇色彩 我会把他和那个钟 自然而然的就联系在一起 某种程度上是弱化了 我之前说的出身形体的bug 电影的故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在养老院的老年生活 出海参战和第二大斯文顿的恋爱 以及和凯特布兰切特的爱情 我做个排名的话是132 一是冲突最大的部分 老年人和孩子相似 但是又大为不同 他们都需老人照顾 他们很多时候脑子都不是很清楚 无法认知周围的危险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老年人因为岁月的沉淀 对世界有着独特的见解 很多时候和他们聊天 真的是醍醐灌顶 本杰明矛盾的一生开始 与他外貌和内心不符 建立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 普通孩子小时候 其实很少能接触到亲人朋友的死亡 但是本杰明生活的养老院 却是一个经常能接触到死亡的地方 看着朋友一个个离开 多少是会习惯的 当然本杰明从来都是冷淡不是冷漠 都亏了母亲亏你 亏你真的是天使 看到后来的时候 我会惊讶本杰明做口述的时候 无比的从容 很少有大的情绪起伏 夫人不辞而别的时候 船长和父亲去世的时候 担心受伤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他的失落悲伤 但是看不出来 转念一想 其实这才是正常的 我看本杰明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 不管是逆转还是正常的人生 我们注定会失去我们所爱的人 只是失去的方式不一样 这是一个必然事件 所以对待有些事情是不是可以不用那么的悲伤 二的话 我不是那么喜欢 尤其是和船长出海打拼参战 是我最不喜欢的部分 因为尤其和本杰明在一起 转长显得特别的夸张 有点过躁 人物塑造什么的 没什么大的毛病 扮演了导师的角色 不在乎主角的外表 带着主角开拓了视野 是一个一眼就能看到头的角色 对于我个人的舍美来说 和其他人物比起来 他没有那么的可挖掘性 这条线的看点 主要是蒂尔达斯文顿的夫人 和他的婚外情 我本人是一个中年控 就非常喜欢三十大几四十岁的人 男女通吃 这个年纪的人事故圆滑 也有故事 夫人就满足了 我对这类人群的所有幻想 其实我是觉得 夫人应该是本杰明的初恋 因为最开始 本杰明对戴希致 能算是青梅竹马的亲情友情 我心增加了关于爱情的诠释 爱情要伴有性欲望 我很喜欢一个短语 叫Falling Love 常规的翻译是坠入爱河 但我觉得河这个词语不准确 这个短语给我一种黏腻的触感 就像是整个人泡在史莱姆里 很舒服 但是稍有不慎就会陷在里面出不来 最终窒息而亡 就是这种带着危险的感觉 夫人也是一个导师一样的角色 教会了本杰明如何的去爱 然后带着社会经验和爱情经验的本杰明 才能迎接戴希 爱情就是玄学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戴希之前跳芭蕾 纸醉金迷 她撑不下来 她没办法去爱一个人 所以她受伤 是让她从天上坠落 这样才能看到人间的本杰明 本杰明的前半身充斥着大量的死气沉沉 她也没办法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遇到夫人之后 她才算是真正的感受到人间的气息 所以同时都在人间的她俩相遇了相爱了 但是正如通篇传递的 每个人都注定会失去所爱的人 失去不单单指死亡 也是指无可奈何的分别 本杰明的担心是对的 她不能待在女儿的身边 她要是留下 女儿肯定会饱受非议 戴希看到本杰明半夜离开 她怨恨 但她也能够明白她的心思 因为他们太爱 太了解对方了 我很喜欢本杰明的结局 在戴希的怀里去世 说不上来哪里喜欢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续续道道了这么多 这是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 而且是那种每个阶段看 都会看到不同东西的电影 就这样吧 我是金小佳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